我們看立體物 它說現在有個導線 它流過的電流是固定是IR 它現在把導線拉長為原來的三倍 這樣的話它的電壓的比是多少 V2為V的幾倍 我們知道你拉長以後電阻變成多少 我們知道R是等於R電阻係數 R除以L、R除以A 電阻係數固定的 因為同一個物質 那現在的話 這兩個體積是一樣固定的 是等於LR乘以A 現在V是固定的 所以A它就跟L乘反比 所以這是固定的 所以這跟什麼乘什麼 L除以A分之1 A分之1跟L是乘反比 或是R分之1 這個是等於L平方 可是R跟L平方是乘反比 但是現在V是等於IR 現在電流是固定的 所以V跟R是乘反比 所以R的話跟L平方乘反比 所以V2比V1 就等於3L比L的平方 3L平方 以上L平方 所以應該是9比1 第1小題 再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它是問說 上體中導線中的電場 導線中的電場大小 拉長後變回它幾倍 就同一個題目 電場變成幾倍 電場1是等於V1除L V的比是9比1 長度是1比3 所以1比上1比2是等於V1 它是2比1 2比1 用的原來是1 1比1 就等於V2比3 V1乘以L1比3L2 V2比1 V1是9比1 L1比L2是1比3 所以答案下是3比1 這是3倍 1、2等於3倍的1